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准备吃酸当猪脚火锅 三斤多的猪脚有那么多 一顿是吃不完的 或者是好几顿都吃不完的 我跟小夕 我准备今天晚上煮一半 另外一半我们放在冰箱里 下顿下次吃 去晚上就吃这里吧 猪脚冷水下锅 加中姜料酒浄水 煮掉浮沫 水开后煮5分钟 拿出来让热水清洗干净 放在高压锅里 加适量清水 加花椒生姜沙仁盐 调味 出期后压25分钟 准备一点蒜末 姜末 小番茄 中段 做一个辣椒蘸水 辣椒面 12根 中花 酱油 蚝油 盐 味精 香油 猪脚煮好了 蘸水里加点猪脚汤 这蘸水好好吃里样子 油烧热 加生姜蒜末 炒香 加入小番茄 压碎 这样就可以了 加上我们贵州特有的红酸汤 加上猪脚汤 把里面的料渣咬出来 加上猪脚肉 加胡椒粉 盐 调味 看着就好吃 酸当猪脚火锅 做好了 加点中段 点缀一下 谢谢 吃饭了 来 朋友们 这碗饭了 今晚上的这个酸当猪脚火锅 看着就好吃 这碗应该很好吃 猪脚我喜欢吃带筋 要多吃点菜 你不要一下子把饭吃完了 然后菜都没有吃起多少 好 好 来我给你加结瘦的肉 结瘦的 要不要蘸辣椒 蘸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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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朋友们你们吃过贵州的这个红酸汤了吗? 红酸汤火锅吃过吗? 我觉得特别开胃 味道怎么形容呢? 酸爽 唇厚 特别特别的开胃 先吃带鼻子的 给你们看 好吃 真的好吃 太烫了 把它夹出来 现在放在碗里面慢慢吃 一大碗 煮点菜单汁 这个菜单煮得很啪很熟的时候特别好吃 上手 很棒 放在碗里面 放在碗里面 来吃 放在碗里面 在碗里面 放在碗里面 放在碗里面 吃 即将 炒 好吃 吃快洋溢 我们这里猪脚卖11块钱一斤 然后那个单独下面那个猪蹄卖27块 所以还在买猪脚比较划算 又有下面的猪蹄 又有上面的很多肉 单独满素敌不划算 吃菜太 菜太都那么好吃 菜太煮熟了 还有粉丝 它就一粉丝 也特别好吃 哦 我可以吃丝 菜单全部吃了 这个酸汤猪脚真的很好吃 朋友们给试一试 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